5. 信報財經新聞 誰干預港大選副校長 2015年7月11日時事評論 A.十六週百展身為港大畢業多年的舊生 不者對這所百年學府確實有一份難以言語的深厚感情 亦申明任何一個正副校長的職位 對港大的發展均有莫大的影響 有關近期港大輪選副校長、學術人士及資源 是所出現的風波與所受的攻擊 相信是每個廣大人均不希望見到的 無疑、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是香港珍惜的核心價值 更是高等教育界賴以成功的基石 受到基本發明確保障 教知會之在院校軍事根據本身法例成立的獨立自主機構 各自設有校董會或校務委員會作為決策單位 從今次事件已公開的資料當中 暫時看不出港大校務委員增違反既定程序輪選副校長 不得不一提的是 當港大校務委員會日前開會討論副校長一職的輪選事而前職 泛民23名立法會議員竟然去信校務委員會主席梁志雄 促請對方交代有關進度 以及何時公布任命雲雲 有關重要職位的輪選 港大一直有他們一套行之有效的輪選機制 除了校務委員會成員一再明確表達港大不受干預的態度外 即使是副校長候選人 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 以至於陳文敏一樣卷進捐款風波的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也曾表示 港大的輪選和任命工作事不容外來壓力影響 那麼 23名泛民校外人士 由時基於什麼身份要求港大校務委員會交代呢? 他們這樣做 又對陳文敏以外的潛在候選人公平嗎? 如果這些校外人士可以這樣指手或腳的話 那麼 他們部分人先前對特首梁振英一些憑空的指控不是顯得更加無虧嗎? 畢竟 梁振英也是港大的校監 其職責更有大學條例可作依巡 或許自知去信行動似乎有點理規 泛民泛合會召集人梁家傑接受傳媒訪問時也主動聲稱 泛民此舉非要干預港大委任人選 有稱不擔心泛民因而被外界批評干預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 然而 從另一角度看 梁家傑的回答 某程度上也反映出泛民這個去信行動 其實他們也深知肚明已造成干預的效果 當個別泛民政學經常聲稱政府中人偵插首港大副校長的任命 但卻從內納不出實質證據的同時 他們自己卻聯群結對公然干起有干預之嫌的行動 難免與人相從標準的感覺 甚至難聽一點的事在賊喊觸賊 說到底 現階段再爭拗誰是誰非也不會得到結論 且亦無保於是 就請各個方面自此都明確Hands off 讓學校自行處理他們的人士任命 讓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得到保護 好嗎? 香港智邦D直號周伯展號時事評論誰干預港大選副校長 香港智邦D直號周伯展號時事評論誰干預港大選副校長 祝今的問題嗯 是 是